房东 我要投诉 怎么了 隔壁房经常半夜三点钟传来闹钟声 我实在受不了了 好 我晚点去看看 依依 怎么就你一个人呀 你爸爸呢 出去了 他大半夜的留你一个人在家呀 没事 我也照顾好自己 爸爸 哎 房东 大半夜怎么过来了 邻居说你们这里夜半三点总是有闹钟声 我就过来看看了 这是我的闹钟 你一个小朋友 深夜三点起来干什么呀 我爸每天忙到三点才回呢 我想见他 原来如此 那 你妈妈呢 那我先进去收拾一下 房东 那里也早点回去休息吧 小朋友要休息好 身体才会好 你半夜三点起来 你爸爸也会担心你的 知道啦 房东姐姐可以帮我寄封信吗 寄信 给谁的 给我妈妈 你怎么不让爸爸去给你寄呀 爸爸说妈妈去了寒孕的地方 等我长大了他才回呢 我每次睡小妈妈的时候 爸爸都不高兴 我想寄封信给妈妈 等他早点回来 姨姨 明天还要上课了 快去睡吧 姨姨她妈妈 嫌我穷 几年前跑了 就可怜这个孩子 跟着我一个大男人 太苦了 怨得奸笑了 没事 这信我就收着了 爸爸妈妈回信啊 姨姨 妈妈正在很远的地方工作 你要听爸爸的话 好好照顾自己 妈妈呢 希望你能健康快乐的长大 只要你爱了 才是为了一天想 当你一大人 半夜三点 你要记得陪孩子 一杯一杯了 有个家 让你做回孩子 你不动 不动 石 Happy 你不动 你不动 你不动